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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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內容 可以分成兩部分 第一部分 我要跟各位介紹 怎麼樣用物件導向的思維 來寫物件導向的程式 就是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簡稱為 OOP 接著 我可能在今天的課程裡面 也許會還有一些時間 這些時間的話 可能我們就會把下一周 才要仔細講的主題 就是關於繼承和多形的觀念 做一些解釋 我們現在再看一下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的概念 首先要說明 什麼叫做物件導向思維 因為各位現在應該有這個能力 使用函式來寫這個 你所需要的這個程式 可是因為這個潮流所趨 很多時候我們不得不使用 這個物件導向的方法 來寫這個程式 使用物件導向 也就是說用class跟object這些東西 來寫程式 它的這個構想的方法 跟我們之前所說的 韓式導向的方法 其實相當的不同 所以我們要先做一些 關於導向思維的這個概念 然後呢 這一個 一般來說 這一個 你要把物件跟class等等的觀念 搞清楚 早期就有一種工具 叫做CRC car的這個meeting 這個玩起來 這個有一點點像桌遊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玩桌遊的話 那這種CRC car的這個會議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種 類似桌遊的東西 再來 這一個 我們所討論的結果 跟我們所設想的 這個物件導向的這個想法跟概念 那我們可以使用一種 程式結構圖的標準 那叫做UML 就是所謂的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那我們要告訴各位 如何來畫 這一個裡面的主要的兩種圖 就是這一個類別圖 以及這一個sequence chart 順序圖 再來是這一個 我們就說明了 有這一些導向的 class的觀念以後 那我們在設計 這個物件導向的程式的時候 那我們所寫的 class的程式碼 它有許多 比較好的表現方式 其中有一種比較好的原則 就叫做Single Responsibility Property 就是單一責任的原理 principle 接下來我們就以我們在 期中考之前所討論的 21點遊戲 那我們在第七章裡面 我跟各位介紹怎麼樣 使用韓式的觀念 來撰寫21點遊戲的模擬程式 那現在我們學會了 物件導向的概念以後 那我們同樣的 以21點的模擬遊戲 來告訴各位 怎麼樣使用 這個物件導向的方法 來撰寫21點的模擬遊戲 那我們一共會有 從0.0.0版到0.0.1 0.0.2 0.0.3 還有0.0.4版 所以我們今天 在這個OOP的這個部分 物件導向的設計的這個部分 那主要就是講到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物件導向的思維是什麼樣 就是OO的Thinking 前一陣子我碰到 有一位資工系的老師 我們有討論一些 關於程式設計的這個概念 那我有提到說 這一個我們的同學 很多都需要寫這個OO的程式 所以我們要交這個Nail 那他提到說 這個交OO的這個關聯的話 最重要的是要跟同學們說明 這個為什麼要使用這個物件導向的方式 來寫程式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好 我們看一下 大概在公元90還有2000年代之前 我們已經討論過 在那個時候 所謂的逐步細分法的 韓式導向程式設計 就是Step-wide Refinement 也就是說你先設好一個目標 然後把這個目標分解成幾個比較小的目標 然後每一個小的目標再分解成更多的小的目標 然後最後把每一個底層的目標 都轉成是一個韓式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寫出我們想要的這個 相當複雜的這些程式 好 那這種方法 在我當兵的時候 1980、90年代的時候 是最主要的這個程式寫作的方式 所以我提過 那個時候就是由這種概念出發 有所謂的這個結構化程式設計 結構化系統設計 以及結構化系統分析等等的這個概念 好 那但是這種方法 大家發現到說 它其實的應用 要受到一些限制 主要就是說 當我們要把這個韓式要重複運用的時候 常常有到它的一定的限制 所以不太能夠開發更複雜的這個程式 因此我們在上一次提到過 就是大概物件導向的觀念引進來 尤其是C++跟Java以後 然後搭配當時風型的圖形使用介面程式的研發 大家發現說 這個使用物件跟類別的方式思考的話 開發這一類的程式很方便 因此這個現在來講的話 絕大多數的高階語言 都支持這個物件導向的這個概念 好 那但是所以物件導向它的重點 所以為什麼要使用物件導向 其實就是要強調它的這個重複使用性 所以像我們上個禮拜 我們有講到這些所謂的這個封裝有沒有 然後我們要把有的變數變成是private 有的變成是public 然後function有的變成private 然後有的變成public 那像這些東西呢 都是為了加強這個程式的重複使用性 因為像這個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彷彿像電子工程師 處理這個IC電路一樣 你只要知道它的這些接角 該加什麼訊號 那它的這個IC就可以自己運作 然後你不用去理解裡面一些 這個很細節的東西 那所以這個我們這個encapsulation的這個引進 就可以使得說我們在重複使用這些程式的時候 不必要去追求說我把每一個部分全部看得懂 用不著 你只要知道怎麼樣去使用這個類別就可以了 好 那所以還有一點就是說 有了重複使用的概念以後 那在以前的時代 那個程式設計師的這個工作 它的計籌方式是以說你寫了多少行的程式為準 來給你多少錢 可是如果我們要強調程式的可用 可重複使用性的話 我們就不應該以這個寫多少行程式 來衡量說這個程式設計師的生產力是多廣 而是應該要看說它寫了一個什麼有用的東西 讓大家好多人都在用它的這個程式 所以要變成是用這種方式來衡量它的績效 那因此物件類別引進來以後 那我們要怎麼樣寫這個程式的時候 可以充分發揮物件導向裡面的特點 包括像封裝、繼承跟多型 那這個封裝的概念 我們在上禮拜已經做了介紹 那麼繼承跟多型 我們要等到下一週再介紹 那把繼承跟多型引進來以後 那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它對於程式的可重複使用性會更高 更有用處 但是這個變成我們的思考方式 也會變得更加的抽象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下一週 會各位仔細的說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檢討一下說 這個我們目前已經所知道的 這個軟體程式的這個開發的這個原則 那在這個規劃程式的時候 那我們有提到說 這個我們有幾個這個重點 比方說這個寫這個程式的時候 我們的開發過程呢 要使用Fast Prototyping 還有Evolution的這個方法 從小簡單的Prototype 然後逐漸地衍生出更複雜的這個版本出來 那這些版本的規劃裡面的這些 基本的原理 例如80-20定律 First Things First 還有一些工程方法這些東西呢 那這些東西都一樣 在即使是OO的時候也是如此 所以這些基本的原理是相同的 那另外我們還介紹了 軟體工程的一些工具 那例如我們介紹過的ATDD 就是 Acceptance Driven Development 或者是User Story的概念 Behavior Driven Development的概念 還有Testing的這個規劃 那這些也是沒有改變一樣 然後我們需要這個 在過程裡面建立文件 以及使用測試驅動的方法 來這個發展程式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那麼在OO的時候 這些道理都還是正確的 還是一樣的 那唯一會不一樣的是在中間 最後這個地方 當你實際要開始開發程式的時候 那我們要使用incremental跟iterative 這個其實就是我所說的prototyping 跟這個evolution的概念 那在這個階段 我們才把OOP引進來 那好 所以這一個 一旦你決定現在應該要去 這個開發一個什麼樣的程式以後 那我們這時候看看 這時候怎麼樣可以在這裡引進 這個物件導向的觀念 然後把它弄到整個軟體發展的過程裡頭 好 我看一下 所以一旦你開始要開發這個程式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開始改用這個物件導向的想法 來這個思考 怎麼去使用這個程式解決我們的問題 這個思維的方式 第一個要注意的方式就是 你程式它需要完成什麼功能 第一個是它要做什麼 目標是什麼 你知道這個程式它要做的事情 用很簡單的一句話把它寫下來以後 那接下來我們的思考方式 就跟前面韓式導向的方式不一樣了 這時候我們就要開始想說 為了要完成這樣的一個功能 那我需要準備什麼樣的物件 那這些物件怎麼樣可以變成一個類別 然後我們才可以去完成這個程式 所要達成的這個功能 好 所以先考量說你要哪一些物件來搭配 那接著每一個物件跟這個類別 你要跟你必須要設定說 每一個物件它必須要有什麼行為 那這些行為組合起來 團結一致以後才可以完成 一開始我們對程式所設定的功能 好 那這就是所謂的物件導向的思維 它跟我們前面講的Stabular Refinement的這個概念 顯然不一樣 在Stabular Refinement的話 是有一個主目標 那把它拆解成幾個目標 次目標 然後每一個目標再分成更小的目標 然後最後就是寫這些function 把它們兜起來 好 可是這個物件導向的時候 它也是一樣有個目標 但是有個目標以後 它並不是把它變成幾個這個小目標 而是想說我需要有哪一些東西 他們彼此組合配合以後 可以完成這個目標 那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個我們可以從這個過去我們的這些經驗 來得到一些這個例子來說明 例如有一個電影叫做《不可能的任務》 就是這個湯姆克爾斯所演的這個電影 看過人舉一下手 好 那這個《不可能的任務》 其實它的這個概念是源自於我小時候 然後台灣電視公司所每個禮拜天晚上八點 所播放的這個電視影集 那時候叫做《虎膽妙算》 可是英文名字都是一樣的 叫做《Mission Impossible》 在這一個現在的這個不可能的任務裡面 那個一開始的時候 湯姆克爾斯所飾演的這個主角 他會接到一個這個模樣的這個任務 然後這個任務以後 然後就告訴你說這個錄音帶 會在幾秒鐘以後焚毀 然後如果你發生任何的這個意外 什麼之類的 我們概不承認這個之類的這個事情 所以當我們的 那我們小時候看的這個《虎膽妙算》 他的這個頭頭是一個白頭髮的這個中年人 那他也是一樣會接到這個任務 接到任務的地方五花八門 有時候在電話題 有時候在哪裡 然後就是當他聽完介紹以後 那個錄音帶就燒掉了 就類似這樣的情境 可是接下來在以前的 這個《虎膽妙算》影集裡面 當他把這個開頭這一部分演完以後 接下來就會演說這個白頭髮的這個頭頭 他就坐在他家裡客廳裡面 然後拿出一個檔案夾 拿出一個檔案夾 然後每一個檔案夾是一個人的這個照片 所以他就開始看一看這個檔案夾 這個人看一看 端詳一陣以後 他決定要就把他丟在一邊 然後他覺得說這個人可能用不著 他就丟到另外一邊 所以像這個方式他就一面在想說 哪些人可以幫他忙來完成這個任務 那同時有一些用不著的 他就把他丟到另外一邊 那因此這些人可以幫他忙的 例如所謂的簽名 就是很會易容術的一個組員對不對 或者是這個有大力士會扛東西的 還有一個黑人的那個電子工程師的技師 很會搞這些電子的花樣等等 那他在看這些人的時候 可能同時也想好了就是說 在他所構想的行動裡面 那麼這些人分別以他們的專長 需要來做什麼樣的工作 所以當他把這些人的照片擺完以後 他大概就知道說這個任務要怎麼去做 好 那因此這樣的一個概念 其實就跟我們前面講的 物件導向的思維是一樣的 因為他為了要完成某一個目標 例如說到一個極權國家裡面 然後救出那一個人質 那是他的目標 那於是為了達到這一點 那他可能需要有一個電子工程師 操弄那些通訊設備 可能需要一個大力士 來搬一些重的東西 還要用一個能夠易容的人 去這個深東及西等等 所以把這些人的工作 該做些什麼事情都想好 那你看他不就是我們所說的 物件導向的思維嗎? 那因此就有人講說 其實物件導向的程式設計的方法 才是最適合我們人類思考方式的 這個程式設計方式 好 這是一個概念 那另外還有一個例子 就是各位現在玩的這個RPG的線上遊戲 對不對? Role Play Game的這個遊戲 那在這些遊戲的時候 那麼你也是經常在這個破關的時候 過關的時候 你要先 你會先收到這個遊戲的這個說明 就是你在這一個回合裡面 那你需要達成什麼樣的這個任務 那為了達成這個任務呢? 於是你就召集 你就可以召集你的這個隊友 對不對? 那麼這些隊友裡面 你就分配 比方說這個人是這個弓箭手 他就在後面射箭 哪一個人是拿這個 像雷神索爾那個大錘的 那就跑前面等等之類 然後這些東西最後要打怪 對不對? 那所以打怪必須靠這些大家來合作 還要有人在補血 對不對? 好 因此你可以看到 你在打game的過程裡面 其實你就是在做物件導向的這個思維 好 所以這個是基本大概的一個概念 所以你用這個想法去處理 這個寫程式的過程 那這就是物件導向的這個思考方式 好 那第二個 接下來我們剛剛這樣講的話 還是很空泛 所以我們也不太清楚說 這樣子的東西要怎麼樣去寫成 這個有class 有物件這些東西的程式 那因此有一個很不錯的方式 可以幫助各位同學學習 可以幫助其物件導向的程式設計方式 那這就是所謂的CRC卡的會議 好 那CRC卡呢 第一個C是代表class R是代表responsibilities 那最後一個C是代表collaborators 所以它分別代表就是說 類別的名稱 負責的功能 以及它合作的類別 那麼這樣子的這個活動 是由兩位這一個在軟體開發界 非常享有盛名的兩位大師 一個叫做Campback 另外一個叫做Walking 他們兩位所發明的 那他們發明這個東西呢 是因為他們的同儕設計師呢 都不是學OO出身的 他們都是從我們先前講的 韓式導向的方法在寫程式的 那因此他為了讓這些同事 了解OO的這個基本的精神 所以他們設計了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叫做CRC卡的這個會議 那這個CRC卡的會議呢 它的概念就是說 如果你一開始就要去設想 每一個類別的這個細節的話 那麼這不是一個好的這個思考方式 那因此他希望我們在這個設定 這個程式設計的過程的時候 一開始你只要著重在這三件事情 也就是class的名稱 responsibilities 還有合作的類別這三樣東西 所以他把這個東西叫做CRC卡 那至於一些細節呢 就先暫時不處理 好 所以我們以這個 我們前面已經學過的 利用表格表示物件的概念的話 你可以看到我們可能 例如說有一個class叫做card 那這個card呢 它可以產生的物件是 1 2 3 3個卡對不對 然後呢這個card裡面 它的狀態是花色跟點數 還有它需要什麼功能 那因此呢 我們前面所學的class的這些整個概念呢 它在這裡就告訴你說 你先只要注重在表頭的這個部分就可以了 表頭這一部分 所以包括class的名字 card對不對 包括它的功能 然後包括這個東西 它在程式進行的時候 它還需要跟哪一些class合作 跟其他class合作這件事情 是我們之前沒有列進來的 那我們現在呢 於是就把這三樣東西呢 把它放在一張 index card 索引卡裡面 那這索引卡裡面呢 就包括有class的名稱 class所要負責的功能 跟它合作的類別呢 我們就把這樣一張卡片 把我們對一個類別最需要知道的三件事情 把它放在一張卡片的正面 CRC卡的正面 那這個正面的方式 所以這裡它的類別名稱 它的負責的功能 還有它合作的類別 這三樣東西 CRC 那因此在以前 以前的研究生他們沒有電腦 所以他們讀任何的文獻 要做筆記什麼之類 都經常使用大概3.5吋的那個資料卡 你現在可能都還買得到 那個索引卡 可是這個 我等一下看好了 那所以這個 他們那個時候也是用這個索引卡 來做這個CRC卡的這個會議 好 那另外呢 我們為了補充這一個 每一張CRC卡的這個細節 所以我們可以在CRC卡討論完了以後 再把每一張CRC卡的背面加上一些敘述 包括說class card簡單的描述是什麼 那card簡單講就是代表一個撲克牌 然後這時候也可以開始把這個狀態給擺進去 所以它的狀態就是發射以及這個點數 好 那所以這裡先介紹了 這個CRC卡的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過去好幾年前 我教這門課的時候 我經常採用的一個方式 就是拿真正的這個索引卡 然後找一些志願的同學到這個講台這邊來 然後實際的這個操作這個CRC卡的這個會議 好 不過呢 這個我後來想還有一些這個改進的辦法 比較好表現 雖然這個很多人都講說 那個CRC卡會議其實不太需要用電腦 只要用卡片來進行就好 那但是這個地方為了這個 讓各位這個清楚的這個知道它的這個過程 那我們就改用這個電腦裡面提供的一些功能 然後來做這個CRC卡會議的概念 好 來看一下 這個CRC卡的會議 它主要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定義問題 就是說Class物件它必須要解決什麼問題 這個問題當然是由我們前面版本規劃裡面 規劃好了這個階段 它要完成什麼樣的一個功能 然後我們就得到這個問題的定義 這是定義問題 所以注意這個地方 我們是經過前面的這個版本規劃以後 在目前這個階段所要完成的這個功能 是在這個地方決定下來 定義問題完了以後 下一步就像古膽妙算的龍頭老大一樣 我們在腦中或者跟同學們一起討論 我們可以決定說 我們該有哪一些類別的這個程式進去 那這些物能夠產生我們想要的物件 那這個部分就是產生這個類別 產生類別 那產生類別以後彼此的這些class 他們之間要如何的合作 然後才能解答到你這個問題的功能呢 那很簡單的一個方式 就是我們來演練這個場景 scenario 所以這裡就有點像桌遊了 那還有就是說我們電視 如果你有看那個國家地理頻道的話 那他們有一個節目叫做小夫妻的天空 看過人舉一下手 不錯 那這個小夫妻天空是描述一對 這個諸如正的這個夫妻 但是這個太太是在這個德州 一家這個Houston的這個大醫院裡面 擔任這個醫師 雖然他們兩個個子都不高 但是這個太太呢 她在這個德州這個醫院 她負責的工作是什麼 好像是叫做模擬醫學還是怎麼樣 我記不太清楚 但是她有幾集 由示範演出她在醫院裡面的工作 那有一集是演說這個伊波拉病毒 開始在世界很多地方流行 那因此他們的醫院 要必須這個注意怎麼樣去應付 這些伊波拉病毒的這個病患 可能病患 那因此這個當任醫師的這個太太 她們就要寫了一些 這個不同的情景 然後要怎麼樣去演習 好 那當她跟這些醫師們 護士們討論過了以後 決定說 根據這伊波拉病毒的情況 那我們的醫院在收病人的時候 還有怎麼樣等等 要怎麼樣去處理 那所以這個就開始設定 某一天然後就是這個開始 有這個所謂的標準病人 就是這個一個女演員 她去扮演一個 從奈比瑞亞回來的這個太太 抱著一個小孩 然後來求診 那因此在求診 包括從這個 在這個reception的地方 就要開始注意這些事情 然後那個 那些人員就要能夠了解她的狀況等等 那甚至其中還有一幕呢 是這個標準病人的帶著小孩呕吐 那呕吐的時候 那這個醫院裡面要怎麼處理這些事情等等 都去把它演練出來 好 那還有一集呢 就是前幾個禮拜的 是這個他們醫院呢 要分割一對連體因 那分割這個連體因 他們之前呢 就把過程整個呢 都設想成一個這個 整個步驟都設想好 然後呢 這個使用這個塑膠外型的 這個模擬的這個連體因呢 然後這個模擬各種 在這個開刀過程 可能發生的種種狀況 那結果呢 這個就順利把這個完成 那同時他們也說 在演練過程裡面 其實發現很多問題 那幸虧就是在演練的時候 發現這些問題 所以才能夠解決 好 所以我們這裡的CRC卡的會議呢 很像這種情形 你想了這些類別以後 那麼他們這些類別 他應該有哪一些方式 那於是 在我們所設定的問題 要解決的這種場景裡面 我們就拿這個產生的類別 來看說這些類別的東西 能不能他們的這個功能 將組合在一起以後 可以來達到這個完成目標的結果 演練完畢以後 那我們就可以把所有這些卡片 在這個時候呢 你對於整個問題 他所需要的class 以及class裡面的 所需要有的功能 狀態變數等等 都比較有一個大概的一個認識 比較有比較深入一點的認識 然後之後就可以開始寫程式了 好 那在產生類別的這個部分 這裡先講這個部分就好 這個產生類別的過程 那產生類別的過程呢 主要就是要使用腦力激盪 把腦力激盪產生的物件跟類別 稍微做一些過濾 接下來是建立這些物件 類別之間的繼承關係 那這個東西我們暫時不提 那個等到你學到了這個繼承和多形以後 你自然知道該怎麼做這件事情 好 那最後我們把這個每一個類別呢 把這個CRC描述清楚以外 那可以再把這個CRC卡放進去就可以了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你可以怎麼樣來這個進行這個CRC卡的這個會議 我找過很多的這個工具 但是如果說是要在這個電腦上面 能夠容易進行的話 那目前我找到比較好用的是Noteboard 電腦裡面的便利貼 那它的好處就是它可以移來一去 然後還可以在上面這個填寫你要的這些字句 看起來這個很像是這個CRC卡的這個樣子 好 那我已經那個有下載了一個這個Noteboard 然後這個Noteboard呢 跟這個CRC卡會議的這個裡面的細節呢 我已經把它弄在我的那個Chrome extension裡面 那這個網址就會連結到 CRC卡會議的示範的網頁去 連結到這裡以後 那你就可以看到呢 CRC卡的初步的這個結果 我剛剛講CRC卡的會議呢 那個第一個目標 一開始的目標 是要去這個產生你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這個類別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現在先假設 我們所要這個達成的目標是什麼 我要完成的功能是什麼 是這個21點遊戲的這個模擬對不對 好 那21點遊戲的模擬 那於是各位看我的講義裡面呢 那麼有這個射雕英雄傳裡面的三個人物 就是郭靖 黃蓉 跟這個洪七公 他們三個人呢 召開這個CRC卡的這個會議 那一開始的時候要腦力激盪 決定說我們玩21點的話 必須要有哪些東西 好 所以如果在實際問題裡面 你跟你弟弟妹妹講說 我們現在來玩21點 那你會先做什麼事 你會先去把牌找來對不對 然後你會找要玩的人是不是 然後再來講規則 然後怎麼開始玩這個樣子 好 那因此也一樣 你如果想要寫一個程式來玩21點的話 那你可以想出你所需要是有哪一些東西 或者哪一些類別 好 那因此在我的講義裡面 我們就寫了這個郭靖和黃蓉 還有這個洪七公各自都舉了一些 他們覺得程式裡面可能需要用到的物件 或者是類別 所以例如郭靖是一個比較 腦筋沒有那麼快的人 所以他想到的21點遊戲 就包括什麼 黑桃A 紅心3 發牌 21點 爆 比跌數大小 所以好像你在這個遊戲裡面 你所想到的一些有關的詞句 你都把它列進來 那沒關係 這就是郭靖的這個構想 可能還有勝利什麼的 那黃蓉可能想的就比較合物件導向的觀念 所以他認為要有排碟 要有一個代表電腦的玩家 然後人類的玩家 丟出去的牌 牌的點數等等這些東西 也是玩21點你可以想到的一些詞句 紅七公最後點了一個說 我們整個遊戲也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個物件 或者是一個類別 好 那因此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腦力激盪產生跟21點有關的 這些物件跟類別 假定你可以蒐集到這些 那當你蒐集這些以後 我們記得第二個步驟就是過濾類別和這個物件 所以這些裡面我們要把那個不是類別的東西剔除掉 或者是把它整合成為一個類別 好 那因此我們可以看 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名詞 黑桃A 紅心3這些東西 都有可能是物件或者是類別 我這裡講的是流程敘述 那我這裡所說的流程敘述是說 我們構想中的這一個工作 就是那個是參照我們第七章 那個Version 0.0的時候 它的這一個21點遊戲 它的這一個整體的這一個流程 就是它的運用方式是這個樣子 好 那在那個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找出這些名詞跟代名詞 還有名詞片語 那這些東西就是可能可以轉成是物件跟類別的 那如果是碰到動詞的話 例如發牌或者是爆 或者是比點數大小 那這些都是屬於動詞 那動詞的話很可能它不應該是類別或者物件 但是它應該是物件或類別所應該提供的方法 member function 勝利21點 它應該可以叫做什麼 形容詞對不對 那形容詞的話 通常是把它看成是物件或者類別裡面的狀態 狀態 所以這些狀態的話 也通常不必要變成是物件或者類別 你頂多就是設計一個enumeration 來呈現這一些形容詞的這個狀態就可以 如果有些物件都需要相同方法的話 那它們可以歸納出一個類別出來 例如黑桃A跟紅心3 它們都需要在一個排碟裡面被發出來 然後都必須要能夠呈現它的發射點數 所以黑桃A跟紅心3 基本上所要處理的方法是一樣的 因此我們應該可以把黑桃A跟紅心3 整合歸納出一個類別出來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用一個表格 把發射點數做為表頭的敘述 你就可以把黑桃跟A還有紅心3 分別變成類別的狀態變數 所以這兩樣東西就可以整合成為一個撲克牌的類別 因此這個就是物件然後整理成為一個類別 用這樣一個方式整理過以後 基本上我們可以得到五種類別 這五種類別第一個是撲克牌 它代表的是52張牌裡面的任何一張 排碟就是撲克牌疊起來的東西 電腦代表電腦玩家 人類的玩家 還有就是整個遊戲也把它看成是一個類別 所以根據我們剛才 腦力激盪的相關的概念之後 我們經過整理可以得到可能是 比較適當的這個類別 但這些類別他們各自該做些什麼事情 我們可能在這裡還沒有很仔細的說明 所以要怎麼樣去確定說 每一個類別應該有哪一些功能來合作呢 好 那就進行到下一步演練場景的時候 第一個步驟就跟我們以前 Test Driven TDD的方法的時候一樣 我們先做出這個測試的場景 所以我們就把我們在第七章所介紹的 那一些撲克牌21點遊戲的這些場景 把它這個找來 然後我們就根據那邊的 我記得有六個場景 然後我們就把六個場景 這個一個一個的演練下來 在演練的過程裡面 你就會發現說西亞奇卡會議的時候 參與的人每人要負責一些類別的卡片 所以這些卡片在他的手上 所以例如說我們講義裡面所寫的 這個郭靖他所處理的是這個牌 所以郭靖 黃榮還有洪七公三個人 各自分配到一些class的卡片 那這些卡片剛開始的時候 responsibility collaborators都是空白的 還沒有很完整的概念 於是我們就開始演練這些場景 所以例如說第一個這個場景 是人類的玩家他得到一張黑頭A 接下來電腦玩家得到一張方塊J 然後再來人類玩家得到一張10 所以他就得到21點 然後就贏了 這是第一個場景 這個場景開始的時候 大家手上的這些CRC卡 這些responsibility還有collaborator這邊 都是空的 然後就開始演練過程 他就說好 那我們遊戲開始 開始這個game這個class 他必須要能夠掌控這個遊戲的整個流程 所以他說我的gameclass 他要能夠控制遊戲的整個流程 因此他就把他的game這張卡舉起來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這個遊戲 開始遊戲以後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第一件事情是要發牌對不對 好 那發牌這件事情各位看 發牌這件事情我們在這五個類別裡面 你覺得是哪一個類別應該要提供這個功能 好 那這個原則上就是排碟要能夠提供一個功能 就是排碟要能夠把牌子頂上的那一張撲克牌秀出來 然後由這個玩家電腦或者玩家把那一張牌收過去 因此然後這個牌呢 這個排碟上面那張牌拿走以後 他的那個指在最上面那張牌的那個結果的東西 那個指標要往下移 然後移到下一張牌這個樣子 好 那因此呢這個發牌這件事情 是排碟要做的事 好 發牌 發牌以後呢 那接著是這個玩家他要收一張牌對不對 所以這裡他必須有一個功能呢 叫做saber card 存一張牌 那接著呢電腦在這個我們的這個遊戲這個game呢 在控制這個排碟呢發一張牌出來 然後這個遊戲的控制要求電腦來收這張牌 所以用像這種方式 好 那因此呢這個每一次這個產生動作的時候 那我們就去看說是哪一個類別呢 要能夠去達成這樣的一個responsibility 好 那因此呢用這種方式 我們把開頭第一個場景演練完畢 所以這裡面每一個class大概都包含有 他們所需要的功能呢都把它放上去了 好 那同時呢在這個時候呢 在這個演練過程裡面 你可以順便把你這一次 你所用到的這個合作的這個類別寫上去 所以例如呢game整個遊戲的class呢 會跟排碟人類玩家電腦玩家相關 然後他在控制流程的時候是直接處理這三樣東西 人類玩家就處理另外的東西等等 好 那因此呢這個經過這個五六次的這個演練以後 把每一個場景都go through一遍 於是我們就得到這樣的結果 包括game裡面它具有哪一些resmorbidity 它有哪一些需要合作的類別 然後human player computer player deck排碟 card hand 個人的手上的牌 電腦手上的牌等等 那因此你可以看到它最後總結出來 經過演練以後 我們可以發現這些類別需要做的工作 還有合作的對象都在這個地方 那這就完成了CRC卡會議的這個前三個步驟 那接下去呢這個步驟呢 我們可以再把每一個CRC卡呢把它翻過來 在背面開始寫說我這個class它主要的目的是做什麼 它應該要有什麼樣的狀態變數 比方說這裡的這個卡狀態變數呢 就是得要有花色點數等等這樣的東西 那這些中間你可以用線來做分割 那因此這樣做的話 我們就得到這個CRC卡的這個初步的這個結果 那這些初步結果有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畫出一個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圖 你可以看到game跟它合作的有什麼 有human player有computer player牌疊 human player跟computer player呢 他們都手上有牌嘛對不對 手上有牌就是hand 那另外deck的話呢 則是它由許多的牌所構成 然後呢這個hand也是由牌所構成 那所以這整個合起來 我們可以畫出這樣子的一個關係圖 好那這樣一個關係圖 接下來我們還可以怎麼做呢 接著我們就可以把每一張CRC卡 再補充它的背後的資料 然後在note card裡面呢 把它加在這個後面這些地方 所以有一個描述這個class的一句話 還有呢它裡頭可能應該要有的成員變數屬性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uml的類別圖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uml的類別圖 我們可以曉得在物件導向引入之前 大家主要就是使用韓式導向的方式來撰寫程式 那在這個撰寫過程裡面 我們經常應用的就是流程圖 那流程圖所能夠描述的是這一個 某樣這一個工作 它的這個處理的這個順序過程 好那但是呢 現在我們有了這個物件和這個類別以後 那這個流程圖其實並不太能夠運用到 這個類別跟這個物件裡頭 那麼所以這個我剛不提過嗎 這個原先1990年代2000年代之前的時候 是以這個stabilized refinement 這種逐步細分的方法來作為結構化分析設計 以及程式設計的這個基準 好那等到物件跟這個類別引進來以後 大家就在想說 那我用什麼樣的一個方法 比較容易這個得到這些類別跟這個物件 所以當時這就形成了一個叫做methodology war 因為在以前把怎麼樣思考寫程式這樣一個過程 我們把它叫做這個methodology 就是這個方法的這個典範 在之前的這個韓式設計的典範裡面 那個大家不太會想到什麼物件跟類別 那因此當物件跟類別的觀念引進來以後 立刻產生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該用什麼樣的methodology 來這個開發這個物件導向的程式 那麼因此在那個時候就百家爭鳴 有非常非常多的這個方法跟概念被提出來 說我們這樣做是比較容易得到物件跟類別的 好那這些關於methodology的這個爭辯 就是methodology war 然後大概爭辯到一個地步以後 最後只有三個這個主要的這個研究人員 他們所提出的方法被這個大家所採用 那這三個人當然彼此之間還在這個爭辯說 誰的方法比較好對不對 好那後來他們就想到一點 因為在美國人我常常聽他們講一句話 叫做如果你打不過這個人的話你就加入他們 那因此這三個人他們覺得說 誰也不可能被誰打敗 所以他們三個人就決定說 那我們三個聯合起來的話就天下無敵 那於是這三個人呢 Randy Bob Book 還有Rambo 還有Jekobson 那這三個人比較特別的是Book Book他是美國空軍官校畢業 所以這個滿了不起的 那個因為在美國的那個軍校 那個也通常他們的主要專業 也不見得是在學術上面 不過我想他可能因為主導這些美國軍方的一些可能採購等等 所以他對這些軟體的這個構想他很有他自己的意見 好那這三個人就組合起來開了一家公司 那這家公司他們自稱就叫做3 Amigos 就是三個朋友對不對 好那一開始這個三個合作以後 立刻面臨到一個基本的困難 就是說當他們要表達他們的想法的時候 通常要畫圖 好那光是畫圖這件事情 他們就吵不完 因為這個比如說一個class應該如何表示 那這三個人他們用三種符號來表示這個class 所以例如某一個人他的class是畫一朵雲的樣子 然後有的是畫一個方格等等 所以這三個人忽然發覺到說 現在更重要的基本的步驟是要定出一套 大家都同意遵守的這個圖形顯示的標準 好那這樣一個標準 所以他們呢 這個3 Amigos他們就合作 然後經過一年多兩年多的這個努力呢 他們完成了一套這些圖形表示的這個標準 那他們就把它叫做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那叫Unified是因為他們覺得這套標準是把之前 所有的有關於method相關的這些圖形表示的方法呢 統一起來 那這些統一起來的圖形是幫助你來model 你所要寫的這個程式的功能 所以叫Unified Modeling 這整套東西可以看成是一套語言 那因此它是一種圖像的語言 所以叫做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有了這個UML以後呢 它就可以作為這個程式設計的這個設計文件 那這些圖形就可以幫助這個軟體開發者了解 以及修改這些程式 那因此這是UML這個語言的這個標準的由來 好 那這三個人在開發這個UML的時候 同時也沒忘記他們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要develop一套這個軟體工程發展的這一套 這個我們叫做Developing Guide 就是說發展這個軟體的一套這個指引的工具 就搭配他們的這個UML 所以他們有一整套的這個軟體工程的架構 包括你一開始的時候 系統分析師要怎麼去跟這個業者去 跟這個固體業主去談論說 你需要寫什麼樣的程式等等這些事情 好 那但是因為這三個人都是大公司 都是接大公司的案子那個起家的 所以他們所設想的這一套 這一個軟體工程的這個架構 這個Unified Process 只有適合很大規模的軟體開發 而且需要有比較嚴格的軟體開發的紀律的這種情形 那他們要應付小範圍的設計的時候 就有點像是殺機用牛刀大炮打小鳥 不是很適合一般的應用 那麼因此這就演進到了我們在這個學期一開始的時候 我跟各位介紹過的一套軟體開發的過程 就叫做Agile的Software Development 我們中文叫做敏捷的這個程式的製程 所以我們使用Agile的開發比較好 可是這個3Amigo他們所研發出來的這個UML圖形也很不錯 所以我們即使是用不同的軟體開發的methodology 但還是可以使用UML的這個圖形 好 那但是這個又有一個問題來了 因為這個UML開發的這個同時 他們要針對的是這個大規模的這些軟體開發 所以他所構想處理的這種狀況實在是太複雜了 那因此光是去學說怎麼樣使用這個UML 就會花很多的時間跟精力 其實並不划算 那因此這個根據我使用的經驗 我們只需要學兩種或者三種UML的圖形就夠了 那我們隨後在這個課程之中就會分別來介紹 這些基礎的這些簡單的UML圖形 好 那因此這個是UML圖形的這個概念 好 那麼在這個UML發展完成的時候 這個3Amigo的公司他們叫做Rational 就是理性 Rational這些公司 Rational這個公司在這個UML發表的時候 同時也提供了一種使用UML的工具 他們叫做Rose Rational Rose R-O-S-E 好 那當年 話說當年我看到有這個東西 我就去買了一套這個開發的工具 叫Rational Rose 那時候一套是8萬塊 接近我一個月的薪水 那因此呢 我有使用Rational Rose的這個端念 那我很快就發現到說 以我所要處理的這個軟體和程式來說的話 我其實根本用不到一整套的Rational Rose 來做這些事情 那麼因此到後來我在教我們這個課程的時候呢 那我就去找到在市面上 那個網路上面 可以找到的免費的畫UML圖形的這個軟體 那這個軟體在很早的時候 我使用的時候 它叫做JUDE 幾年以後呢 有一年再去更新的時候 發現說這一家公司JUDE這個軟體呢 它改名字 改叫ASTA 因為他們發現他們進居某一個國家的時候 那個國家JUDE那個字已經變成用了 好 那因此他們現在呢 就把他們的這個UML繪製的工具呢 叫做ASTA 那這個ASTA呢 這個當然也有這個付費版本 那不用提 但是我們呢 使用這個免費版本就充分的足夠了 非常足夠 好 那所以當我們要表達出 物件導向的程式的內容的時候 基本上一般來說 我們需要兩件東西 兩樣東西 這兩樣東西呢 跟建築師在設計一個這個房子的時候很像 因為他們建築學裡面有提到 這個建築師他所要在意的東西有兩個 第一個他要注意的是 他所要設計的這東西的形式 另外一個呢 是他要注意他所設計的東西的function 所以就是form and function 好 所以幾乎大概這些工程的東西 你嚴格看起來的話都有這兩樣 都是同樣東西的兩面 一個是他所呈現出來的形式 一個是他所能夠達成的功能目標對不對 那工學院可能比較注重這個 那建築師就是結合這兩個 好 那因此呢 這個其實軟體裡面也一樣 當我們想要出呈現我們的這個概念的時候 那我們需要有一個方式 可以表達我們的這個程式裡的靜態的結構 一個form 那還要有一個方法來顯示說 我這些程式的內容是如何來運作的 這個function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學這個UML呢 也只要學習怎麼樣 用這個表達出他的form跟function就可以了 那在這個form的時候呢 通常可以在我們練工程的 比較喜歡把它叫做architecture 也就是他的這個架構 好 那要表達這個架構的話 那你一定要能夠秀出這些class之間彼此的關係 像是我們剛才所看到的這個樣子 我們要能夠顯示這個不同class之間他們的關聯 那這些彼此的關聯合起來就是你這個程式的系統裡面的architecture 這個架構 OK 好 那因此呢 在架構裡面我們所要這個呈現的這個第一個最主要的這個東西 就是如何去表示一個class 我剛剛提到過這個three amigos他們在開始訂定這個uML之前呢 光是這個class的這個符號就有千千百百種的這個樣子 對不對 好 那因此呢 這個three amigos呢 他們就把它最後訂下來是這個三層的這個方格 那第一個方格呢 當然就是類別的名稱 第二個方格裡面是他的狀態變數 第三個方格呢 是他的提供的功能 好 那我們曉得car的這個類別呢 狀態就是他的花色以及他的點數 對不對 suit跟這個rank 所以第二層這個地方是他的attribute 那第三層這裡呢 就是他的responsibility 他的function 所以我們得要有一個叫做suit的function 他可以傳回suit 然後有一個rank的function 他可以傳回這個點數 好 所以一個class如果完整表達的時候 是三個方塊 那這三個方塊裡面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減號 這裡有一個加號 那很容易想像這個減號代表的是private 加號代表的是public OK 好 那因此呢 這個一個類別我們可以用這樣的一個形式表示 好 但是呢 在實際應用的時候 全部都列出來的話 這個car會佔很大的面積在圖形裡面 那麼因此我們就允許 那我們用電腦就方便多了嘛 對不對 我們可以允許他只顯示huit 當然也可以只顯示他的function 那或者你只要他的名字 那中間都是空的也可以 那甚至如果你只想表達class之間的關係的話 他不見得需要把他的attribute 跟他的function都秀出來 那麼因此這種情況之下 只要用一個方塊寫一個類別名稱也可以 好 所以這些東西都算是類別的符號 那麼你在這個不同的應用裡面呢 不同的表達方式裡面呢 你可以採用這些方式裡面的任何一種 好 那有了這個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剛才的crc card會議 所得到的這個圖形呢 我們現在就改用unl裡面的class 來把它畫出來 好 那這個圖就是使用esta的那個工具所畫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剛才呢 我們所看到的這個類別彼此之間的關係呢 現在我們就可以使用這個esta 把它畫成是這樣的圖 好 那因此我們有一個產生一個class叫做game 它會應用到human player computer player 排疊 deck 那human player跟computer player呢 他們手上的牌是用hand這個類別來處理 hand跟deck都是由牌這個class 所以很多牌構成一個deck 好幾張牌構成一個hand 那在這裡呢 UML圖裡面有一個補充的標註方式 就是說你可以在這個箭頭頭跟尾的地方 來註明數量的多畫 所以例如說game它所對應的human player的物件 computer player的物件 還有deck的物件都只需要一個 這個遊戲裡面電腦只跟human player玩而已 所以再加這個東西 那我都會想到會要有一個牌疊 對不對 human player跟computer player 手上的牌也都只有一份 所以呢 它也只需要一個hand的物件 那這個物件是由hand這個class來產生的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card跟deck的連結 以及card跟hand的連結 那這裡呢我用了一個特殊的符號 就是加一個菱形的符號 連結到card這邊來 這個菱形呢是實心的或者是空心的 那有什麼差別呢 實心的話表示說deck裡面 它的card是由它產生的 所以也在它這個deck的物件裡面去消滅掉 所以呢 card是作為deck的attribute的變數 而且這個變數呢是由deck所產生的 它在建構式的時候所建立的那個card 那這個hand的話呢 它不能夠產生card 所以hand這裡的card呢 是把deck裡面的card移過去來用的 hand這個東西呢 對於card的產生或者消滅呢 它不能夠做這樣的事情 那因此只有deck這裡可以處理card的產生消滅 你只是把人家的東西拿過來的這種呢 我們用一個空心的菱形表示 而使用由它主導底下這個物件存在與否 那麼就是由實心的菱形來控制 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們還可以剛講的那個數字有沒有 deck呢 它所管控的撲克牌呢 可能是1張到52張 所以我就用一個1.52 deck裡面牌的總數 可能只有一張牌 兩張牌 三張牌 甚至到52張牌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是直接的觀點 用這個表示 那這邊的話就很明顯了 就是手上的牌呢 可能0張牌 也可能不曉得多少張牌 不確定 所以我這裡打一個信號 打一個信號就表示說 不曉得它會是多少 一個arbitrary的這個數字 好 那這樣的一個圖 它可以來表示類別彼此之間的關係 使用關係 組成關係等等 那這種就叫做類別圖 class diagram 等到我們學會繼承以後 這個圖就會更豐富 再花樣更多了 那我們就不談 現在我們先看的是 基礎的這個類別圖 是長這個樣子 OK 好 另外運用這個類別圖的另外一個好處 因為我們的類別很多的東西 都把它變成是private 所以你不能夠隨便的去取出它來 那因此有的學生發現沒辦法 他就把它通通宣告成public 但這個一來就失去了 我們用類別封裝的原意 所以盡量就是不要去把你的成員變數 弄成是public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可能需要的是到類別圖裡面 來找尋可能的資料傳送的路徑來處理 這個有點抽象 那你看到了 你碰到了你自然就知道 好 所以這個是以前我們那個課堂上 找一些同學上來玩這個CRC卡會議以後 那給大家的練習就是練習說 以大富翁的遊戲模擬為目標 用你的CRC卡會議來畫出這個類別圖 那當然你也可以不用大富翁 而是用你奇夢想做的這個程式 來作為一個目標 然後你規劃它的版本以後 用這個CRC卡會議來試試看 能不能畫出一個這個UML類別圖 其實我們發現其實一個程式 那寫下來其實你所用到的類別並不會太多 其實並沒有很多 你如果弄得好的話大概就是夠用了 那再來是單一責任的原理 那這個東西我想我把它跳過去 因為這個概念上是簡單的 但是那個講起來要花一點時間 我們現在就直接進到21點遊戲的模擬程式開發 好 那就像我們前面所提過的這個TDD Test Driven Development的這個概念 我們一開始就要寫一個這個程式 然後模擬程式讓它這個fail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這樣的一個例子 我們的專案就叫做Blackjack000 我想這裡我可能使用真正的程式碼會好一點 我們看一下 那麼這裡就是它的主程式 主程式裡面它所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在MainProgram裡面 我們就使用debug.assertBlackjack.test.scenario1 ok 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還是我寫講義那個時候的程式 所以那個時候沒有用那個測試總管 那你們現在有測試總管以後 你可以想辦法把這個東西轉移到test的專案裡面去 然後在那一邊去測試scenario1ok這樣的事情 好 那現在我們看一下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還沒有寫任何程式之前 我們先寫一個debug.assertBlackjack.test.scenario1ok 好 那Blackjack.test是一個我們作為測試的一個類別 所以這個Blackjack.test是一個類別 那我們把所有的測試程式都灌在Blackjack.test裡面 所以這個Blackjack.test裡頭 現在是有一個function 叫做scenario1ok 那我們接下去的版本就可以再加進去 scenario2ok scenario3ok等等把它加進去 那一開始我們寫了這個東西以後 顯然你就可以去對它建置 然後執行 這個執行結果當然是沒有辦法通過 光是compile就有問題 因為它找不到你的Blackjack.test在什麼地方 那麼你的scenario1ok也沒有東西 對不對 好 那因此一開始的TTD 這個步驟失敗以後 下一步我們就是補進去所需要的最少量的程式碼 來通過這個測試 好 那因此我們就寫了另外一個class 叫做Blackjack.test 那這個Blackjack.test裡面呢 它就提供了這個function 叫做scenario1ok 這個scenario1ok呢 它不必要用到任何外面的 Blackjack.test這個class裡面的狀態變數 所以我們使用static 就只要一套函式來處理它就可以 因為所有呼叫都是用static的方式在呼叫它 所以設定它是scenario1ok的 static就可以 好 那我剛剛講 我們用加最少量的程式碼 讓它可以通過測試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最簡單的就是returnTrue 對不對 returnTrue它就會建置而且可以跑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把它建置一下 建置方案 啟動不增速 你看這就跑完了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講過這樣子做 那主要的目標就是 讓你知道說 我要進入寫程式的狀態 那因此呢 你很容易就去解決這個問題 好 所以這個是0.0.0版的這個程式碼 還有我們剛才這種寫法 test1ok裡面呢 只有寫一個returnTrue 這樣的一個寫法呢 表示這個東西並不是這個function 真正要做的事情 它只是暫時混沖一下 scenarioOK 我只是要讓整個程式可以運作 但是這裡面所做的事情 其實還並不是它真正要做的這個事情 那這種做法呢 在英文裡面是叫做stop 這個叫做分支的那個豬 分出 分出去的 豬斷 好 那因此呢 這一個我們準備這個東西呢 其實只是要看 這個程式呼叫的過程 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因此我們就進到0.0.1版 那0.0.1版以後呢 它要做什麼事情呢 那它要達成的這個目標 我們一樣使用一個userstory來說明它 那因此我們要玩的功能是什麼呢 是跟電腦玩21點的遊戲 21點遊戲的玩家 那我們要幹嘛呢 跟電腦一起依循簡化的遊戲規則 那麼so that可以產生樂趣 那當然我們的確蠻難知道說 你會不會一定贏 然後這個userstory裡面對應的rule 就是我們之前所寫的V0.1的流程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0.0.1版裡面呢 在後面的這些部分呢 我們要完成的功能 那這些功能裡面呢 user story流程是這個樣子 這我們剛剛提到過了 好 那因此呢 我們再來看 這個user story 每一個user story 會再搭配一些一整套的測試場景 對不對 scenario 那因此呢 我們一共有六個scenario 那麼第一個scenario呢 你看就是玩家得到黑桃A 莊家是紅心J 玩家是方塊10 而這個時候他21點獲勝 所以這個scenario裡面不是講是要given什麼嗎 然後when什麼嗎 然後then怎麼樣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這個表格就可以表達出 given這個結果 when這個結果 然後then怎麼樣就可以表達出來 好 那一共有六個scenario 那我們0.0.1版呢 就只要通過scenario1就可以 好 那這怎麼做呢 好我們因此呢 就來畫一下我們的這個UML的類別圖 做一個設計 好 首先呢 要用一個game來控制其他的這些class game控制到human player,computer player跟deck 他的輸贏的狀況是一個status 然後有10的手排還有卡 然後卡裡面花色 我們用一個enumeration去宣告他 就是這個sweet 這個圖呢 可以說是剛才我們0.0.1版秀的圖的時候 稍微改變一下的圖形 這樣一個圖形我們要怎麼樣來這個進行呢 好我們看一下 這時候是另外第二種這個UML圖 那這種圖呢 叫做順序圖 sequence diagram 那麼剛才這個圖呢 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architecture 是這個form 對不對 好但這一種architecture這個form呢 你比較看不出來他們之間的動態的變化 那他們之間動態變化呢 就需要有一個能夠表達這個動作順序的圖呢 來呈現 那這個圖呢 其實並不太適合用這個流程圖去秀他 所以我們用這個sequence diagram來表示他 那這個sequence diagram呢 我們已經知道說這些class的物件 他有哪一些功能 那這些功能都是我們在CRC卡會議裡面 那我們得到的一些state 那這些東西我們都知道說什麼應該去找誰 這個時候我們就來看說 需要什麼樣的功能 首先我們需要用blackjacktestclass要求排碟deck 注意這個兩點 後面這個東西才是class的名字 前面這個東西呢是物件的名字 所以我們有一個排碟叫做deck 小寫的deck 它是大寫著deck這個類別產生的物件 在blackjacktest裡面 它的scenario1OK function呢 它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是要求deck它發一張牌出來 所以就是deal a card 要求這個deck deal a card 所以你可以回去 在deck這裡你可以加一個它的function 叫做deal a card 所以用這一種演練的方式 來配合這個你前面這邊的architecture 好 那這個排碟弄出一張牌以後呢 這張牌是由human player收進去 所以他save a card 他收一張牌進去 接下來我們再要求deck再發一張牌 那這張牌是由電腦玩家收進去 所以save a card 再來是第三張牌 第三張牌要求deck再發一張牌 那這張牌依然是由player所收進去 那這個時候他所得到的牌的點數 應該已經達到了21點 所以scenario1OK的test呢 就要求player去檢查他自己 是不是已經達到21點的狀態 如果是的話 test這個就宣告人類玩家獲勝 好 所以這樣一個圖形呢 就是所謂的這個順序圖 sequence diagram 那在UML裡面表達這種順序關係的呢 一共有兩種圖 一種是這裡所謂的sequence chart 那還有一種圖呢 是叫做collaboration diagram 就是合作圖 那合作圖的話 你就不要可以看出說 這些class物件彼此之間怎麼樣合作 不過據說這個 我看這個書上是講說 這個sequence diagram跟collaboration diagram呢 其實是等價等效的 那麼因此呢 這一個你用這個圖 或者是用collaboration diagram呢 都可以 不過依我使用的經驗呢 使用這種sequence diagram 比較能夠很方便的表示出 這些function的先後順序 1234567 你如果是使用那個collaboration diagram的話 那它要呈現很多個功能的時候 會有一些那個圖上看起來會擁擠 所以比較不是那麼理想 那有時候可能會用到 那我們後面再說 那所以基本上這種sequence diagram 它就是這個來表達出 我們的這個程式碼這個模型裡面的function 功能的這一部分 好 所以這一部分是動態的 這一部分是靜態的 所以fone跟function 好 那麼所以接下來 我們了解了這個概念以後 那麼我們就把剛才所看到的這個順序圖 我們把它實做到這個程式碼裡面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打開 0.0.1版的程式 從主程式開始看 那你可以發現 主程式跟剛才一樣 就是要去insert blackjack test的scenarioOK 要求是它是true 好 那這一次呢 我們要讓它能夠實際上 做到這個事情的話 那我們就得要去看 blackjack test它的這個程式怎麼寫 那麼這個就是scenario1OK 這個過程呢 其實裡面所寫的內容 就是剛才那個sequence chart 所顯示的內容 所以你如果構想上的話 可能是你如果已經很熟的話 就直接寫沒問題 如果你還不是很熟悉怎麼寫 物件導向程式的話 你可以先畫一個剛才那樣子的sequence diagram 同樣可以用extra畫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把那個圖 然後翻譯成為這裡的程式碼 來 我們看一下這裡的圖怎麼樣去呈現出 剛才我們所顯示的程式碼呢 首先我們要產生一個排碟 所以要有一個deck 然後我們要有一個人類玩家 一個電腦玩家 所以因此我們的human player 要new一個player給他 computer player呢 要new一個computer player給他 接下來我們剛剛看到的 第一個動作是deck要發一張牌 所以deck deal a card 產生一張牌 這個是return回來的 是一個card 所以我們就把它讓player去save a card 把這張牌存起來 再來第二張牌是deal a card 然後是讓computer save a card 所以這就完成了剛才的 一二三四個步驟 再來就是讓deck再發一張牌 然後再save a card 接著最後是這時候player的isblackjack 這個statement 形容詞的敘述 形容的句子 它應該是要true 所以它會以isblackjack這個結果 傳回去我們剛才的主程式 我們可以依照這裡 這裡所出現的類別的這個形式 逐一來檢查他們所對應的程式碼 是怎麼寫的 所以例如我們先看到的是deck 好 因此我們可以用另外起一個檔案 作為deckclass的部分 在這個deck裡面 當然它自己要能夠存放一疊卡片 所以我們用一個card卡片的陣列 作為它的內在的變數 接著我們要準備一個指標 叫做top 這個top它永遠只在最上方的卡片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建構式的時候 因為我們講過test1它只需要三張卡片 因此我們就先產生一個三張卡片的陣列 陣列裡面的第一張牌是黑桃A 那麼第二張牌是紅心J 然後第三張牌是方塊10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top等於0 就表示說我一開始的時候指的是 這一個牌系列的第一張牌 第一張牌在這裡 好 所以我們看要怎麼樣把一張卡片del出去呢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它的del card 這個function就蠻容易的 你注意看這裡 它把++寫在top的後面 所以這表示先求出cost的top 之後再把top加1 所以這個做法是這樣 先一個步驟是取得costtop 然後把那個costtop傳回去 並且把top本身加1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開始的時候 top是0對不對 所以cost裡面的0 所對應的是黑桃A 所以它第一次被呼叫的時候 它傳回去的牌是黑桃A 可是在這同時 它也把這個top加1 所以第二次進來的時候 它所return的是cost1 那就是cost1就是這一個 所以第二張牌出去的 第二次這個del card被呼叫的時候 它送出去的就是紅心J 第二次玩的時候 top又加1變成2 因此第三次被呼叫del card的時候 它傳回去的牌就是方塊10 因此這個牌 因為我們只玩三張牌 所以我們先不要把這個deck搞得很複雜 我們就只用這三張牌來做這件事情就可以了 好 因此這個deck是這樣寫的 那human player如何呢 我們來看一下 human player的話呢 他自己得要有哪些狀態變數呢 第一個 他得要他手上的牌 對不對 所以要有card的陣列 hand 這個東西是兩個卡片 然後呢 一開始手上的牌是空的 所以unclass等於0 這個是human player 它這個class的時候 它的情形是這個樣子 再來human player的建構式 是好像沒有什麼好弄的 所以它這裡是用一個空的方式 好 那接著save a card的時候呢 那就是我們先把卡放到手牌裡面的dnclass的位置 把它放進去 那因此第一張牌進來的時候 它會進到hand0的第一張牌去 那放進去以後 如果第二次再save a card的話呢 那因為它上次這個nclass弄完之後 已經把它加1了 所以當它第二次排進來的時候呢 這第二張牌就會進到hand裡面的1 index1的這個位置 就變成它收到的第二張牌 human player基本的處理是這個樣子 那另外呢 它還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去知道說自己的手牌 是不是已經達到了21點 那因此呢 它的做法是什麼呢 這時候我們知道它有兩張牌 所以它的第一張牌 我們去算一下它的點數是多少 那因此我們有一個function 叫做point 那這個point的function呢 可以把牌裡面的rank轉成是幾點 傳過來這個point這裡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有一個專門的function 來計算這個點數呢? 因為像a它可能是1點 也可能是11點 所有的人頭的排都是10點對不對? 看起來有一些些的複雜 所以我們就準備另外一個function 叫做point來計算點數 那因此呢 如果你兩張牌的點數都得到以後 那我們就來看說 這兩張牌加起來有沒有等於21點 那如果等於21的話 isblackjack就已經是true了對不對? 好 那但是呢 如果說blackjack它不是true 它還沒有到21點 沒有到21點的時候呢 那基本上這時候我們要檢查的是什麼? 就是說第一個這張牌它是不是1點? 它如果是1點的話 我就要把它的點數變成是11點 就是a要改用11點來做計算 好 那它這個就變成是11點 那11點以後 我們再把這兩個點數加起來 看看是不是21點 好 那相同的道理呢 我們的第二張牌以後的點數 也要用這種方式去檢驗 好 那因此這些都結束以後 我們就return is blackjack 就是它是不是21點 結果呢 存在不我的傳回去的變數裡面 那你就可以曉得說 它是不是達到了21點 好 那接著呢 Points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點數的計算 那點數的計算的話呢 我們不管它的發射 只管它的點數 那這個點數呢 從1點a1點到1010點 11 12 13 就是j q k 也都必須當作10點來計算 所以如果rank超過10的話 Points就是10 就這樣子傳回去 好 那這樣子就是human player的程式 是這樣撰寫的 computer的player呢 也是類似的情形 那麼跟剛才的human player幾乎是一模一樣 但是呢 在這裡 因為我們這個例子scenario 並沒有要求computer player去查說 它是不是到了21點 所以我們就略掉 is blackjack的那個function 把它去掉不看 好 那因此這樣做的話 我們就已經把這個 所有的這個相關的類別都寫好了 那這寫好以後呢 這時候我們再建置執行不增錯呢 那我們就應該會得到成功結束的這個訊息 你看它成功結束了 成功結束的話 就表示它的blackjack test scenario 1 OK 這個function它成功的被執行 而且結果傳回true 表示使用者得到21點 而這個正好是我們的第一個scenario 它所要求達到的功效 好 那因此呢 這個就是blackjack的這個0.0.1版 剛才我們露了一個東西 我們也講 就是suit還有card 這兩個東西我們沒有說明 可以知道說點數就是從1到13嘛 對不對 好 那是suit的話呢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innumeration的這個使用的範例 所以這個suit裡面呢 我們可以規定它可能是 梅花、club、方塊 就是diamond、紅心、hard、spade 那除此之外呢 card本身可以曉得說 它主要的用處 其實就只是儲存它的花色跟點數而已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宣告成是一個structure 那這樣子的話 你不必要幫它寫太多的function 而且它可以放在stack裡面 它的儲存比較簡單 取捨也比較容易 好 所以這個是card這個東西 所以雖然我們在CRC卡會議的時候 把它叫做類別 但是這個類別實際應用的時候 我們可以發現說它這很簡單 所以就把它叫做structure 這也是ok的 這也是ok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0.0.2版 0.0.2版 這個是剛才的類別圖 0.0.2版跟0.0.1版有什麼差別呢 在0.0.1版的時候 只要處理第一個scenario就好 所以這裡其實應該是blackjack test scenario1 ok 這個樣子 好 那在這個0.0.2版裡面呢 我們要把在第七章裡面 所列出來的六種的scenario呢 全部都必須要測試通過 那因此呢 這個時候主程式去處理blackjack test 那blackjack test裡面 它就要呼叫scenario1 ok scenario2 ok等等 一共到六個 那六個以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它基本的架構是一樣的 但在這時候會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這六個scenario都要能通過的話 那它的那個deck排疊就要比較複雜 因為剛才的0.0.1版的時候 它的這個deck呢 只有三張牌對不對 可是我們現在要處理的是 第一個scenario到第六個scenario 都要能夠處理 所以這個時候它的deck呢 就必須是能夠調整它的 就必須是一個陣列 那這個陣列呢 就不見得是只有三張牌 那因此我們要改的地方 其實只有在deck這個地方 我們要加一個constructor 讓它可以依照不同的scenario 給定它有哪些牌 所以它的建構式裡面 要有一個輸入的參數是card的陣列 那其他的部分就幾乎是一樣 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還有一點 這就是我們剛剛看human player的話 這一次呢 我們把21點的判斷 變成加上一個status 用一個status的狀況來表示 那因此human player有status computer player呢 也會有status 那所以這裡面 還有我們剛剛寫的save a card 跟points之外 我們現在還加上取得它的status 還有叫它去計算它的status 計算它的總點數 因為我們這邊的scenario裡面 有一些是兩邊都沒有爆掉 所以要比大小點數 所以我們的human player 他必須根據他手上的牌 來計算他有多少點數這樣子 好 那麼除了這個以外 你可以比較一下 還有一個東西在這裡沒有 你可以看 這個game現在是blackjack test human player在這裡 讓你多了status跟total point 那computer player在這裡 多了一些東西 deck在這裡 那也比較複雜一點 多了一個這樣的特別的constructor card還是一樣 還有一個它的數 那在這裡呢 有一個東西我們發現不見了 什麼東西 就這個hand不見了 hand不見了 在剛才我們把它設定是一個物件 讓它有一個類別 然後它裡頭就存放一個card的正列 但是如果你仔細想的話 這個hand其實它沒有什麼功能 它只是去存放它手上有哪些牌而已 那麼因此呢 我們其實就可以把這個hand的class呢 給它刪除 然後呢 在human player computer player呢 我們定義一個card的正列 叫做hand 這樣就夠了 我用不著給它一個class 因為給一個class的話呢 理論上你還要給它很多的function 還有很多的其他的data member 那現在這些東西似乎都用不到 那麼因此我可以把這個刪掉 然後直接用一個card的正列來取代 剛才的hand的class 然後直接把它弄給computer player 跟human player裡面的成員變數 那這樣改過以後 程式該怎麼寫 知道怎麼看呢 那我們也是一樣看程式嘛 我們同樣從program 然後把主程式開始看 那麼你可以看到主程式裡頭 一樣是debug the assert 那當然你要注意 我們前面有一個using system diagnosis 我們這樣做 是即使是你到那種沒有測試總管 可以使用的這種情況之下 那你還是可以利用一些assert的觀念 來做這樣的一個測試 那一般的程式員現在都會有這個assert 但它不一定會有那個類似 測試總管的那種東西 那因此呢 這一個目前這樣寫 可以讓你在那個之後 沒有那個測試總管的情形之下 你還是能夠做這一種 這一個測試的開發的一種過程 那你可以看到呢 現在我們就是從blackjack test裡面 要去完成123456 六個scenario測試 那這六個scenario 就是我們前面 那個第七章裡面所列出來的 這一個六個scenario 那剛才有同學提到一個很好的意見 就是說 這一個 我們如果看這個程式的時候 那如果要想它的test scenario 其實我們可以 在這個程式碼前面的地方 利用註解的方式 就像我們期中考的時候寫 我把虛擬碼寫在這個註解的地方 一樣的做法 你可以把那些測試的這個情境 寫在主程式的common註解裡面 那這樣的話呢 你要看它後面那些test的話 你很容易就可以找到 它是在測試什麼東西 在這邊就可以看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你就要到後面的 這個blackjacktest的這個class裡面 然後去分別去看 它的每一個test的內容在這裡 就比較麻煩一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主程式已經知道 是從scenario1OK 到scenario16OK 對不對 那現在這個scenario1OK 還是剛才的這個樣子 但是我們要做一些修改 因為我們現在的deck 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就把它設定card的陣列 card就是這三張牌 放進去這個deck裡面 所以這個deck裡面在玩的時候 是只有三張牌 跟剛才一樣 所以後面的這三個步驟 跟前面是一樣的 但是後面return的地方 比較不一樣 return的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會要求 因為這時候 human player 跟cupid player 都能夠去得到它的status 所以我們要求 player的status 要等於是blackjack computer的status 必須是等於parse 這是test1 所以你看這一次呢 他在getstatus的時候 就變成人類玩家 跟電腦玩家 兩邊的status 同時要看 因為這兩個class 現在都有getstatus的這個功能 scenario2也是一樣的情況 這一次呢 是有四張牌 這個club3 梅花3 紅心11 黑桃10 方塊A 因此呢 同樣的做法 是讓deck把這個正列給吃進去 所以他的deck呢 現在就有那四五六張牌 再來就是 這步驟跟剛才都一樣 那因此呢 玩家得一張牌 電腦得一張牌 玩家一張牌 電腦一張牌 這時候的status 應該是電腦得到blackjack 玩家是pass 那看看這個結果是不是正確 那這是第二個scenario 依實類推呢 有第三個scenario 然後還有第四個scenario 那這時候 因為我們每一個scenario 都知道說 他的發牌的過程 以及最後的這個結果 所以呢 寫這些東西 就寫得很直截了當 就可以弄出來 那至於其他的class的內容呢 那我就參照剛才的那個例子呢 做一些修改 就可以了 好 所以這個結果呢 最後我們也是一樣 建置以後呢 使用針錯的方式 啟動不針錯 這樣就可以 好 那另外 test的這個scenario 除了說 我剛講說 可以把它放在 程式的註解以外 那另外 我還有一個 習慣 可能不錯的 各位參考一下 就是我會用 這一個powerpoint 來做這個研究日誌 所以當我想要 測試哪些scenario的時候 我會在這個powerpoint裡面 把它的這個scenario 把它列進去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當我的程式想要知道說 scenario1是哪些 2是哪些的時候 我會到這個相當於 研究日誌的這個powerpoint裡面去找 這樣做當然是這個 會有一點點這個麻煩 不過就是說 它的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用powerpoint的很多功能 來畫圖 或者幹什麼解說 等等 比較方便一些 接下來我們來看 0.03版 0.03版 這個時候 然後我們要把類別圖 來做比較的話 你可以看到 0.03版 最主要的是什麼 是加進來了 game這個class 整個程式 由game來控制 那主程式裡頭 先要完成這些 blackjack test的這些測試 然後才讓這個game開始run game開始run以後 它就照我們剛剛講的那樣子 去控制human player computer player deck等等的東西 好 另外 deck也是一樣 要有這些 跟它一樣的constructor 還有就是說 deck裡面 它就去呼叫 因為你的game裡面 它必須是有 可以隨機發牌的功能 因此 為了處理隨機發牌的這件事情 deck這裡面 我們得要有一些preparedeck 這樣子的function 來隨機建立起一個各種牌的排碟 因此整個0.03版跟0.02版的差別 主要就是有game進來 有game進來的話 那user玩的時候 就應該是可以得到random的牌 才有意思 對不對 因此在這個deck裡面 它就必須要去處理一個 可以隨機決定排碟的過程 好 因此 在主程式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 它這個程式的寫法 我們看一下 讓我們先看這個program 現在我們這個主程式 它也同樣的 要去測試Signature 1 123456 在那個之外 我們也要它測試牌的這個東西 它如果用乱數來產生這個牌的話 這個牌疊是ok的 那這個牌疊怎麼ok 要怎麼看呢 就是看說 它是不是沒有任何兩張牌 是同一個花色跟點數 就是每種牌 每種花色都是13張牌這樣子 要做這個檢查 就random的方式產生的結果 好 那這個是Signature 1 2 3 好 各位注意一下 使用這種assert的時候 你可以 在你要測試的這個東西後面 加上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這個東西fail掉的話 它會顯示這一行字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 是跟剛才的debought Assert 稍微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有這種功能 可以讓你當測試失敗的時候 告訴你是什麼東西 什麼地方造成這個錯誤 六個都測試完以後 再來還有一個是game的測試 那game的測試的話 就是你給它一個隨機的亂數 固定的隨機亂數 然後它的過程是你知道的 所以可以來判斷 game function class 它有沒有通過這個測試 那這些都結束通過以後 表示程式碼沒有什麼問題 那這時候我們才開始寫說 21點遊戲開始 然後開始產生一個game 然後再來就要求這個game去run 讓這個game去run這個樣子 OK 那這樣子的一個寫法 就會是跟未來 你寫這個圖形使用介面程式的時候 那有這樣的概念 是差不多一樣的可以用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首先 這個它用到的是Blackjack Test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這時候的Blackjack Test 首先它檢查deck random產生的結果 那是不是產生的牌卡 它符合以下兩樣性質 第一個就是每一種花色點數的牌 都只有出現一次 第二個就是每一種花色都剛好13張 類似這樣的檢驗 那因此這個地方 我們先用一個deck 然後用123 作為random產生牌疊的總指數 用隨便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deck裡面的卡 全部都把它移到正列裡面 來看說我剛剛講的那些條件 是不是符合 好 那因此我們就可以看到 一共發52張牌 用deck的DR card進行52次 你就把card的正列填滿 然後我就去檢查說 是不是四種花色都等於13 好 那因此這裡我們就用一個 然後還有就是每一種點數 是不是都剛好只有四種花色 所以用這個東西去檢驗 那檢驗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根據你所得到的卡 然後你用switch的方式去累計牌的數量 那剛才是各種花色的數量 那現在是各種牌點的數量 結果就把這兩個檢查的結果 是不是ok呢 把它傳回去做一個檢驗 那所以接下來的gameok呢 就是實際去開一個game 開這個game呢 就不管它 只要它能順利跑道完 就算是正確 那因此呢 這裡我們就讓它產生game以後 讓它去run 那有run完的話 就表示沒問題 所以就true 所以這個是檢查game有沒有問題的測試 那後面這個scenario1、2、3這些東西 就跟前面是一樣的 所以這代表說 當我們的程式對功能做一些加強修改以後 它先前我們已經做過的scenario1到scenario6的測試呢 必須全部重新再測試一次 全部重新測試一次 那這些結果呢 是ok的 然後再來我們再來就看其他的game啊 deck啊 computer player啊 card等等之類的東西 新聞player啊等等 那這些東西都跟0.0.1版、2版差距不大 所以各位可以自己看 那在這裡我要有一點 這個可以跟各位說明的 就剛才各位可能已經看到那個圖了 有出現一個class diagram的圖在這裡 當你把程式寫完以後 如果你想知道你一共用到了哪一些class 這些class的內容是如何 那麼你可以要求Visual Studio畫出一個class diagram圖像這個樣子 但是他們彼此之間的連線好像沒有做 他們那個微軟沒有做 他只讓你做什麼事情呢 把你這個程式最後所呈現的這些class 他把它整理成這樣子的一個卡片 就例如我們用CRC card做完以後的結果看起來是一樣的 好 那在這樣子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 它的好處是你可以用這個圖去檢視每一個class的內容 就像這裡的 你可以看到它這裡有這些內容可以看得到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如果你點了這個東西以後 你想知道它的程式碼的時候 你就從這邊點兩下就可以跳到這個class的程式碼裡面去 好 那因此呢 對於我們在了解這個程式 或者是需要修改這個程式 debug這個程式的時候 那麼你可以利用class diagram來做為一個控制的中心 從這裡你可以決定說 我先測試哪一個class或者什麼等等 然後可以用這裡的圖去了解他們的內容 甚至直接跳到他們所對應的程式碼過去 好 那這個過程裡面 你現在所裝的Visual Studio呢 它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你必須要去微軟的那邊去安裝一個東西 叫做類別設計工具 你要選擇這個類別設計工具 在這裡 你怎麼樣把這種個別元件加到你的Visual Studio裡面呢 那你首先要從工具跟取得工具這個地方 那它會回到你原先的微軟 這個Visual Studio的安裝的畫面 會跑出來 就像這個樣子 Visual Studio Installer 那這個來以後你再跑到個別元件裡面去 然後去找到我剛剛提到的 coding的類別設計工具 那你就可以取得讓它畫出這些class代管出來 那這個是0.0.3版的這個情形 那再來是0.0.4版 那0.0.4版呢 所要強調的是重構的概念 在Visual Studio的比較早期的這個版本 例如2015的話 它的這個重構的功能寫得比較多 那現在的這個2017版的呢 它的重構 那主要能夠用的東西就少了 那主要就只有兩個東西 就是擷取方法跟重新命名 其他的東西呢 後面再談 所以我們今天只要看說 怎麼樣做這個重構的這件事情 那首先需要做重構的原因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可以發現 Human Player跟Computer Player裡面 它各自都有蠻長的敘述 是要去取得Status 還有SetStatus JugStatus 還有Point 這些Function 兩邊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一模一樣的話 在軟體的CleanCode的概念來看的話 無瑕程式碼的概念來看的話 重複出現的程式碼呢 常常是這個一些問題的這個來源 那所以呢 這個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不好的味道 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很多時候它的這些重複的地方 是你Copy and Paste過去的 可是Copy and Paste過去的時候 常常會有一些東西沒有注意到 所以就造成問題 那因此呢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些 這個重複的程式碼 弄成是同一個這個Function的話 那你檢測這個Function沒問題的話 你後面使用這個Function的地方 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否則的話呢 你有些地方重複出現的程式碼 你可能想說別的地方用得到 我就把它剪下來 然後貼過去 那這個時候就常常中間出問題 好 那因此呢 這個重構的這個Refactory裡面 有一樣重要的東西呢 就是去把相同的程式碼抽取出去 變成是一個函式 變成一個Function 所以在重構裡面 它就有一個方法 就叫做擷取函式 另外在早期的2015之類的版本的話 它會有一個功能是 你可以去很容易去產生一個新的這個Class 然後把這些方形移過去 那現在這個2017這個版本 好像比較沒有這個東西 我們再看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 那個 它的做法 就是把剛才那些有關於Status 這些東西全部把它搬出去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做法 我只能大概意思點到為止 因為這 有一點點複雜 但其實我們不需要講那麼複雜的東西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以範例3來說的話 比方說HumanPlayer這裡 它有一些 例如Status Point JugStatus 那這些東西 HumanPlayer的Class裡面的程式碼 跟ComputerPlayer程式碼裡面是完全一樣的 那一樣的話 我們比較好的一個做法 就是說 我們把這些Status 這個JugStatus這些東西 我們把它移出去 到一個Class裡面的Status Function 或者是一個Function 好 那這時候我們怎麼做呢 我把這些想要移出去的這些東西 例如說 Status在這裡 選取以後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叫做快速動作與重構 就按右鍵的時候也可以 那你看到這邊就會出現一個 像哨把一樣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能夠用來做什麼樣的重構 好 所以這裡有一個叫做擷取方法 擷取方法的意思 就是說 它會把你所挑選的這些內容拿出去 到一個Function裡面去 那這個Function呢 它把它名字叫做New Method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名字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名字給改掉 就是重構的時候 那像這種方式呢 是可以把方法給弄出去 編輯這裡 它也有一個叫重構 同樣你可以擷取方法 這個擷取方法 那你就可以在這個地方把它換一個名 比方說 我們把它叫做 SetStatus 然後因為這個名字跟前面一樣 加一個New 套用過去 那因此你可以看到 剛才在這個函式裡面 有一大串的這些程式碼 現在都移到了這個Function裡面去 變成在這裡面了 那你這裡面如果有一些需要外面的東西 它還會在這裡自動幫你加上一些參數 那這個是重構 基本的重構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把某一些函式整理出來 抓出去變成是一個Function 它可以解決重複程式碼的不好味道的問題 再來一個是你可以重新命名 所以例如說在這個地方 我可以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的時候 你就在這個地方把名字改一改 然後所有跟這個有關的這些變數名稱 或者函數名稱 就都會全部都改過來 對於我們在每一個Iteration 要改進我們程式碼的Quality來說的話 是很好用的工具 這個就是Version 這個0.0.4的程式碼 它的主要的差別就是在於 它在這個地方運用重構的概念 把相似或者相同的程式碼 把它移走以後 我們的程式碼看起來就會清爽很多 在品質上會有所進步 今天的討論 首先我們介紹了物件導向的思維 我們學到了說我們要完成一件工作的時候 那我們要從需要哪一些物件 還有類別來合作 才能夠完成這個目標的這種方法 來思考這個程式的寫作方式 這就是所謂的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的這個概念 為了求得比較適當的class類別呢 我們使用CRC卡會議可以幫助我們找到適合的class 還有主要的功能 CRC卡的樣子就長像這樣子 它就是一個class的名稱 然後它有的responsibility 還有合作的collaboration class 還有其他的 在整個CRC卡會議裡面 它的過程從定義問題 產生類別 演練場景 整理卡片 基本上是這樣的一個步驟 那麼產生類別的時候 基本上也是根據腦力激盪 過濾類別 描述類別這樣的步驟來進行 在這過程裡面 你腦力激盪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 就是你在那個RPG裡面打怪的時候 你要組織一個什麼樣的隊伍去打怪 對不對 像這邊也是一樣 你需要有哪一些的物件 他們的功能組合來完成 你所需要的功能 其實你可以看一看 我們現在已經有毆毆的結果 我們可以來跟前一陣子所學的 韓式導向的這種做法 我們可以來比較一下 這兩邊的這個程式的差異 來我們看一下第七章 那這個Blackjack到0.1版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Blackjack用韓式導向寫 最終的版本是這個樣子 等一下我們來對照一下看看 看看這個物件導向 所造成的差異是像什麼樣子 首先第一點 Function導向必須全部都寫在Program.cs 當然它裡頭可以去分方向 你可以看到 還是差不多就是Azert 然後也是21點開始 也是Run Game 可是你看 我們現在變成什麼 是Game的物件在Run 而不是去Run Game 所以這代表一個觀念上的改變 在前面這樣做的時候 是以它所要做的工作去分割 而我們後面偶偶的想法的話 是以什麼樣的物件 要它做什麼工作為主 也就是說你可以要求就是 用物件本身的儲存的內容 然後來去執行 所以這比較不一樣 另外你可以看到它的Test OK這個部分 基本上裡面的內容很多是相似的 我們看一下Run Game 但是你注意到沒有 這裡它的點數 花色它必須把它分開來 有沒有 花色這個東西有52張牌 每張牌有一個花色 然後對應的Index 所對應的Rank在這裡 所以在這裡你可以看到 牌的花色跟點數被分開來 對於我們處理物件來講的話 不是很好的事情 Top的這個Index 也必須在Run Game的這個程式裡面去敘述 來用這個去完成 那這樣其實也不是很理想的 然後你再來看說 每一個手牌的花色點數 也得要分開成兩個Array來寫 好 那當然我們可以先搞一個Structure 叫做Card 然後那個Card裡面 就是這兩樣東西合起來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Card的陣列來Handle它 也可以 不過那樣子的話 等於就是在盤式導向裡面 看到一些物件導向的東西一樣 你可以看到為了要能夠處理遊戲的游程 你可以看到它宣告了很多的這些變數 在一個程式裡頭 然後第一輪發牌的時候 第二個Card這個東西 你看到它必須傳的參數好多 有沒有 這裡都是它需要傳過去的參數 因為它這個Function裡面 並沒有記錄這些東西 對不對 我們的Class的話 它可以存很多目前的狀態的變數 所以你需要給它的參數並沒有很多 而你用韓式導向的話 你幾乎每樣東西都要傳過去 所以它的Function的Candle這個參數 會變得蠻多的 所以這個就是一些 從前那個韓式導向的寫法 不利的一些地方 像剛才我們很多東西 就是直接一個Function 然後簡單的沒什麼參數 這樣都合起來就可以了 可是在這一邊來說的話 你可以發現這個部分 都是要用蠻多的變數摻雜在裡面 很麻煩 同時它的第一輪發牌 第二輪發牌等等這些東西 要Handle的事情都非常的多 當然你還是可以把第一次發牌 第二次發牌這些東西 你把它整合出新的Function出去 可以 但是我們可以預見的是 雖然它把這些重複的程式碼移走 可是那些程式碼裡面 所需要再給它的這些參數 一定還是相當的多 因此我們就學到說 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出 物件導向的這個做法的話 它的那個在程式的可讀性 還有這個簡潔有效的觀點來看的話 這個物件導向的這個程式碼 看起來是比較好 因此當我們開完CRC卡會以後 把卡片整理完 我們可以畫出它的UML類別圖 它對應我們的程式模型的form形式 另外我們還得到它的Function的順序圖 Sequence Chart 根據這些概念 我們對於21點遊戲 從0.0.0版 只會return true的這樣子的一個測試 到0.0.1版傳回第一次測試的結果 再來就是我們可以利用 在這個0.1版裡面 我們用這樣子的這個Sequence Chart 表示這個它所要進行的功能 Test的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就可以用這個Sequence Chart 來知道說這些物件 它們彼此之間 它們的這個合作的先後順序 然後在0.0.2版 我們把所有的這個scenario都擺進去 然後0.0.3版的話 就是把game這個class放進去 然後最後0.0.4版的話 那就是這個進行這個重構 然後把這個程式變得更簡潔 同時你也可以發現就是說 Human Player Computer Player 它們之間的程式碼 只差一樣東西不一樣 就是要不要另外一張牌 這件事情不一樣 那這個要不要再另一張牌 這件事情 因為這兩者之間只有這個不同 所以就使得說這兩個class 可以變成一個可以用來整個 來做繼承的這種典型的一個範例 所以在下一週我們介紹 這個繼承跟這個多型的時候 那我們會告訴你這個怎麼樣 這個繼承的觀念用在這裡頭的話 那可以這個使我們的程式碼 更進一步的這個精簡 好 那所以呢 這個OOP的部分講到這裡 我們教材裡面有附一個 Esta Diagram的 Class Diagram教學的投影片 那這個過程就是你要怎麼樣用Esta畫 那個類別圖的觀念在這裡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我們剛才所講的 那個Visio Studio的那個類別圖也可以 好 那個Visio Studio的類別圖 那個是可以反映你的程式的內容 那所以呢 這個當你寫完程式以後 你建立起一個類別圖 對於看的人還有使用的人呢 也都算是方便 那不過在這個 如果論這個要使得這個說明文件 更完整清楚的話 那Esta的這個類別圖跟這個順序圖 sequence chart這些東西 還是比較完整 所以那個建議各位呢 就是這兩種方式都學一學 我們的第九章 這個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的這個概念呢 就說到這個地方 而不是說了 就是你自己在裡面 就說每次的一一個 有對中國人的人 都會以為一個不合理的 謝謝 我們來接聽 大家好 我們來接聽 這個地方 每個月都可以 我們來接聽 兩位 好 我們明年 我們在討論熱 我叫做 感谢观看